好 两场战争更让中国大陆 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更加的吃重了 也更加的凸显了 尤其大陆这边有特别提到说 希望还是有助于加萨这边 全面停火的努力等等 另外你可以看到 王毅也跟伊朗外长有进行通话 所以要在金专国家内来合作等等 那当然也反对强烈的 谴责暗杀的行为 那但谁就要破坏这个北京宣言呢 因为巴勒斯坦大家一起团结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以色列这么做的话 真的会让中东局势又搅了起来 然后在俄乌局势 中国道理也说我们战事不外议 战事不升级 也希望各方不拱火 但是因为乌克兰 去打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结果泽伦斯基说 我们目标还在实现当中 而且要继续往前推 但是这个智库 欧洲的智库老师说 可能你这个攻势 会导致乌克兰军事力量的中焉 总会瓦解 什么意思 我们先说中东 我的判断是这样子 中国王毅 已经为中东的和平 做下了一个 功不可没的一个基础 怎么说 有人说破坏北京宣言 没有啦 还好有北京宣言 因为北京宣言把哈马斯跟法塔尔绑在一起 14个派别 绑在一起 主要是这两个派别 主要是这两个 绑在一起 现在这两天正在开启中东和平谈判 你注意到没有 哈马斯没有派人去 但法塔尔有 哈马斯从来没有说 我否定这个谈判 他只是说我不去 OK 没有 我不负政治责任 但是他没有说不接受 OK 这还好有北京宣言绑住了 OK 就是哈马斯已经同意 而且承认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可以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所以只要停火谈判 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 法塔尔 同意签字了 哈马斯就认账 了解 还好有这个北京宣言 要不然你这个谈判 不是白坦的吗 对 而且可以救了哈马斯 因为现在哈马斯 坦白讲苦不堪言 对啦 如果能够谈判成功 而且碰巧很好 因为美国准备选总统 那民主党急着 要达成这个和平停火 对 因为这对他们内部分裂太大了 对啊 对啊 因为民主党想要靠这个来赢川普 所以美国不会去干扰 OK 而会推进 那中国做了这么一个大善事 OK 那既救了以色列 也救了哈马斯 也救了中东的和平 所以你诺贝尔和平奖 不颁给王毅 就不公道的 我跟你讲 真的 北京很重要 我觉得哲伦斯基这些几个朋友们 他都没有把中国兵书好好念一念 中国兵书很有空城记听过没有 对 对 他老兄啊 派了将近一个师的部队 攻进去库尔斯克 你看哎呦 怎么都没人啊 哇 很快我一天攻进三十公里 很开心 就攻进去 要啪啪 三十公里被挡住了 对 然后对外宣传说 我占领了一千平方公里 七十四个部落 他是在用那个余将军的数学 余将军的数学 什么叫一千平方公里啊 就是三十公里宽 乘以三十公里长 并不是这样 那这就是一千平方公里啊 很多人把它误解为是一千公里长 没什么事啊 他完全被挡住了 那为什么我说是空城记呢 他本来就没有任何俄罗斯的军队 然后更糟糕 那个地方的地形 就像咱们中国的贵州 像台湾的苗栗县 山多 都是丘陵 然后现在麻烦来了 这个俄罗斯运来的空降兵 都在丘陵上面 只有你乌克兰军队都在什么 谷底里面 你说我有共路 问题都很狭窄啊 怎么办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现在就被挡在那边了 那往东走也被挡住 往西走也被挡住 然后就宣传 我占了七十几个村庄 三十公里三十公里 说难听也不够一个台北市大啊 有七十个四个村庄 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村庄都很小 对很小 所以哲伦司机说 战略目标正在实现 你拿这个三十公里宽敞 你能干嘛 俄罗斯土地是大的不得了啊 那俄罗斯为什么 要把七万多的居民 那个附近全部都弄走 就是要怎么样 要焦土轰炸 不然你干嘛这么做 就是要焦土轰炸 所以你刚才讲 轰炸机就出动了 对不对 没有自己的俄罗斯 平平随便他炸 他蒙着眼睛乱炸 卖无所谓啊 所以我觉得欧洲智库现在终于清醒了 对 他说你把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 从各地方抽起来 去打这个空城剂里面的空城 你是有够笨啊 我觉得欧洲智库是急得不得了啊 对 那如果俄罗斯根本不用跟你打啊 他轮番轰炸 对不对 就把你包起来了 就再见了 再见了 对就再见了 对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以前是打19母是用这种打法 就问题19母的地理状况 跟这个也是不一样 19母户军的平原比较多啊 你现在都是丘陵地 而且很狭窄啊 你的军队根本斩不开 你知道没有 对 那你怎么办 你现在是等着普丁睡觉是吧 给你空头物资吗 可能炸弹吧 对这是反凤吗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说 你看你深入到了敌营当中 你的后勤补给是很重要 这是犯的兵家大忌嘛 你没有后勤补给 你要怎么攻进去呢 而且你要镇守这个地方吗 你想要换一些 而且他说话有问题 像那个伦敦大学教授麦克 他讲说 普丁会投入大量资源 将无军赶走 不是大量资源 大量炸弹 大量炸弹 怎么有资源啊 大量炸弹 然后把无军赶走 他现在已经三面包围了 把你炸死吧 对他三面包 而且都在丘陵上面 所以去炸乌克兰的 不会去炸到俄罗斯的 是 你那个空军在瞎 丘陵跟古地 那个什么古地都分得很清楚了 对 所以呢 这可以凸显出 这个领导人 他的判断力很重要 不能让你自己的 这个是白白送死吗 你以为说 你自己战略目标实现 但真的有实现吗 还是呢 昙花一现呢 现在也是值得大家的关注 所以大家都在问说 你到底能够撑多久呢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其实俄罗斯现在呢 也跟伊朗 现在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呢 其实像消育股 有去访问等等 然后接着就传说有S400 要给伊朗嘛 就现在呢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呢 他也说 伊朗跟俄罗斯 将会很快签署 全面合作的协议 但他没有提到什么样的协议 不过呢 这整个字听起来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一起合作嘛 那为什么呢 这个以色列的做法 让很多中东人都很不满呢 因为以色列代表 他告别联合国的时候 他还竟然说 听好了哦 我们以色列国家最道德了 哎呀 我以色列讲这个话干什么嘛 你在讲什么道德不道德 你这不符合比例原则 想要歼灭哈马斯 结果你杀害那么多 巴勒斯坦的老弱妇孺 在全世界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啦 任何场战争也没有人这么做啦 俄乌战争都还是敢 老弱妇孺通通都赶走 对不对 要打我们男人自己来打 对啦 这不是才正对 你在干什么 你应该派特种部队进去打才对嘛 当然牺牲会比较大 可是必要的条件嘛 如果你派特种部队去打哈马斯 大家不会怪你嘛 你是用炸弹杖乱炸乱炸 人心是肉做的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以色列犯的错就犯的错 赶快调整就好 你干嘛去讲那什么我们最道德 人家怎么会有福气 怎么听得下去 听不下去了啦 那这个其他的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 我认为这个全面合作协议 当然俄罗斯已经提供S400还是S300 你怎么知道他不提供告示导弹 提供告示的话不得了 对啊 那美国航空母舰能干嘛 对不对 不敢来啦 当然啦 我还没有看过美国航空母舰被打的记录 上一次福塞组织吹牛吹个老板 那也没有差 对不对 不能够打成是确定的 但能不能打中 这是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那伊朗如果能够打中美国的航空母舰 当然是天下事 大事 但是股票会跌 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中东这个局势呢 跟经济也很有相关 但是你可以看到伊朗 他们说的这些 要进行跟俄罗斯合作 那重点是呢 美国现在赶快怎么样 加速航母打击群去中东嘛 我刚才不是介绍了 林肯浩赶快去 不过他悠哉悠哉了 还要跟呢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航母啊 在南海进行演习嘛 再过去 好像呢也没有办法赶得上嘛 另外呢这个 他的这个核的这个潜艇 乔治亚号 也说要赶快去中东 好林肯乔治亚号 跟罗斯福号一起去 不过呢 伊朗他已经呛瞎了 他说什么呢 海军说我们有舰艇能够 到美国海军最近的地方 以及呢 他8月10号就公布这一个 他无人机去追踪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的影片 意思就是你航母在哪 我都知道 如果说刚刚委员说的 告时有给的话 那这个整个连接起来 也是很恐怖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现在就是看伊朗的能力 跟决心在哪里 不过伊朗基本上这个 后座力比较小啦 比较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基础比较差啦 他有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一局面 我是怀疑的啦 他现在就按兵不动 等着架哨走廊的和平谈判 就是停火谈判 那能弹出个结果来 他也许就会随随便便应付一下 这个事情的过去了 但是如果是依他目前的准备 准备的差不多了 他只要谈判没有结果 他就可能会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击啊 但攻击效果如何 我还是只保留一切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你想想看啊 这个罗斯福号能够拦截导弹的哦 林肯号也能拦截导弹的哦 为什么他怎么拦截 他的战斗机飞升在空中 他就能够拦截 他F35C啦 F35啊 对啊 然后这个罗斯福号虽然是F15 可以来F18可以拦截 但是比较老旧了比较老旧的飞机 效能比较差 现在林肯号是来F35 拦截效率非常非常高 注意到战斗机是可以拦截导弹的 对啊 那剩下的他当然更能够 能够打下很多什么大型的这些 这些无人机嘛 更不是问题啊 是 那再加上他有调了F22啊 都来了 对啊 还有从意大利也调来一个F16来支援 英国也调来F15来支援 他干嘛 他要帮以色列构筑一个天罗帝王 防护王 来防护起来 那就看这个伊朗有多大的涂穿的能力 伊朗不是讲说他们有超高音色导弹吗 show me 对 如果说这个局势 因为伊朗现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嘛 所以呢美国是不断的帮以色列进行 又是维士嘛 包了很多的这个安全网 希望这个伊朗不要打穿去 但是呢这个凸显出因为以色列 他就是不断的狂轰滥炸 导致呢整个全世界的心都反了 尤其以色列还是我们最有道德等等的 另外来看到是傅聪啊 大陆驻联合国大使也说 以色列袭击加萨的学校真的令人发指 而且呢以色列还有高层说啊 还有什么200万人饿死啊 这个也是可以的 骇人听闻 也希望美国拿出真诚的推动停火这件事情 但是呢中文大陆喊话归喊话 我们都知道美国跟以色列 如果绑在一起的话 以色列继续干的话 这个局势也是不会缓下来 最重要的是中国站在这个弱势这一方 不断的代表弱势来发言 会在国际上形成对美国跟以色列 很大的压力 OK 要不然的话 他怎么肯走向谭曼洲啊 他两国加起来他武力最强啊 对那你中国也不可能派军队 去帮巴勒斯坦打啊 你帮巴勒斯坦打 不是帮哈马斯哈马斯又被定为杀人凶手 所以那哈马斯跟以色列同样德性啊 对 那你 我们至少就是说要在国际上面 去帮弱势的哈马斯百姓讲话 那我们就站稳这个道德的至高点 所以要批评以色列的关联 至少以色列的关联 挨骂了以后他们收回去嘛 不然那太猖狂了嘛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一次做得很好 那我们也没有太过度 没有太过度说好像要扮演哈马斯的保护者 这也不宜啦 也不宜 我们说两场战争呢 看到中国大陆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但是呢都有一些破坏的力量 希望这个局势越来越乱吗 我们看到这两场战争 第一个呢是中东的 是俄乌这个局势 现在比较多新的消息 比如说乌克兰齐袭要逼迫俄罗斯求和 但是俄罗斯现在普丁总统说呢 哎呀我们呢这个 俄军在推进当中 而且还说我们到底要跟乌克兰谈什么 就拒绝来进行谈判 然后呢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那在因为呢他攻过来嘛 结果在乌东这个地方呢 俄罗斯又更加的强硬了 过去24小时呢说加强对乌东 前线进行攻击 共发生52场的战斗比过去大概20几场呢 都有增加 意思就是你要打我对不对 那我乌东这边也会让你呢 想要抽兵力去 维护乌东这个情势 然后呢乌军呢他也其实 也被有一个机密文件显示呢 这个核弹瞄准了欧洲32国的目标 叫你北约不要乱来吗 另外呢俄罗斯观点报也提到 大家都在问 那乌军进入了这个 俄罗斯之后呢 会不会呢改变这个局势 那你乌军又能够撑多久呢 不过英国学者提到了 俄罗斯1941年以来都没有被入侵过 那现在普丁可能会投入更大资源 要把乌军给赶走 我觉得现在没有看到 这个俄罗斯气急败坏了 我想虽然那个 泽伦斯基说他已经攻进攻下73个 74个 74个 这个据点 对 春落 可是你知道俄罗斯的领土就是辽阔 它很大 就是说你今天你今天进去你的你的你的战略目标在什么 他我觉得西方有一些媒体已经讲了他说缺乏持续的战略 在这个战 他一个战略作为持续 他这样行动的作为他的基础 也就是他的物质条件还不具备 他没有后期你怎么再维持呢 而且你有你能够顾守得住嘛 你今天你今天73个据点 俄罗斯没有反攻反攻的话你就剩下一半 刚好把你包围起来你刚好就那边就没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 基本上其实你看这个 俄罗斯的讲法他们非常清楚 他没有说这是乌克兰的进攻 他说是西方国家运用乌克兰这个傀儡政权 对俄罗斯进行攻击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没有西方国家在背后支持 乌克兰是不可能挥兵 把军队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这是象征美国跟北约对于俄乌战争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怎么叫 一个改变 也就是叫乌军直接进入到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乌军说我也俘虏了一些部分 这些部分说实话 俄罗斯本来就没有放重军跟精锐部队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一些地方的军队在那边守卫而已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乌军一开始这种进去 当然会产生到这种结果 可是问题就是说 就跟英国的一个战略学长 他说这个对于俄乌的战局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改变 没有改变俄乌战局内 所以你看俄罗斯还是继续在他的东线上 乌冬继续对你乌军施压 而且这个普丁已经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还能够与那些袭击我们平民 民用基础设施 既试图对我们的核能设施进行威胁的人进行什么谈判 我们还能谈什么 一句话就是说 你泽伦斯基就说 我现在占领你俄罗斯了 你开始跟我和谈吧 我并没有占领领土的意思 我觉得有点好像小孩玩大车讲这句话 你要有足够的实力 那俄罗斯的那个FAB 那个大型的重磅的炸弹 温压弹都放下去了 都还在那边 还有俄罗斯的核子能力 战略核战术性核武 所以你手上有这些吗 你跟俄罗斯玩这种游戏 所以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其实我觉得只能看出来 我认为其实是拜登 企图要在俄乌战争中 他要造成一些乌军事实上 有进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来对他自己的选情有益 那泽伦斯基只是听命行事 我不认为这是乌克兰自己本身 做出来的一个 他这样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军事上的意义蛮小的 政治上呢 我想你今天能够就让普丁 就会受到俄罗斯民众的 大声打罚就下台吗 没有 只会更强硬而已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有些是适得其反 对那背后唯一获利的 就是说可能想要获利的 我认为还是美国拜登 跟他的民主党的选情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哲伦斯基他出了这一招 是一个大险棋 你可能会成功吗 非常大一个问号 所以大家都在问 你能持续多久 你没有后勤补给的话 你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他把你包围中 你那些人可能也变成敢死 然后呢对这个俄乌的局势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乌冬俄罗斯现在是更有理由呢 加紧的来打 而且呢明星也是 你都打到我家门口 俄罗斯民众怎么想呢 所以普丁总统看起来只会更加强硬 他不可能说嘛 所以呢他只会更加强硬 对你俄罗斯 会对你乌克兰更加的施压 所以呢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拜登说 哎呀普丁会陷入真正困境 这真的是一个问号 然后上皮也就说 我们根本没有涉入这样的行动 但真的吗大家相信吗 但现在两场战争也被绞在一起 因为呢你看普丁总统 在穆斯科会见的阿巴斯 就是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 支持八方独立建国 另外呢其实 这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 法国德国跟英国 是无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罪行 还要我们不要回击 所以他说 我们呢没有说我们不要回击 意思就是他们还是说 不排除都是要进行反击的 另外呢这个美国这边又开始放话 什麽阿加萨如果停火达成协议的话 哎呀伊朗就不会攻击以色列 然后路透社也开始说 伊朗有官员表示 如果8月15号有呢这个结果的话 才能够阻止伊朗对以色列报复 那这相反话不就是呢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伊朗就会继续打下去 那8月15号以色列很强硬呢 可能会有结果吗 也是一个问号 我觉得美国政府基本上 对于这次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领土 他刚开始还说我们事先不知情 现在又变成我们没有涉入 我觉得这个前后有点矛盾 那我认为正常情况下 美国会不知情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美国没有点头 也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这样说 我们照正常常理判断的话 我们看俄罗乌战争吧 美国事先知情 而且美国同意 还有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指示的 那你看拜登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 普丁现在陷入真正的困境 意思就是说俄乌战争 你看吧 我们坚持到现在 你看我们快要胜利 胜利要来了 这个时候完全是配合美国选情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这个 哲伦斯基他到底是在服务乌克兰的利益呢 还是服务美国民主党的利益 我觉得一个国家变成这样的情况 真的很可悲啊 对他们自己 这个也算是人民选出来 怎么会把他人民的利益 这样子放在一个外国 他的组织的国家的利益之后呢 用他自己人民的国土的安慰人民的性命 作为换取他组织的选情的一个筹码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再比一个国家 选出像浙伦斯基这样总统更悲哀的事情了 对我觉得这是人类的悲剧啊 对所以大使你怎么看 这是俄乌的局势 然后呢 这个在中东的局势啊 现在呢 伊朗说我们不排除还是要进行反击嘛 然后美国现在真的很紧张 比如说奥斯顿啊 就不断的提醒说 我们赶快呢 派航母去啊 叫呢这个乔治亚的潜艇赶快去 另外林肯浩也要去 但是呢 USNI说8月5号 他只到8月5号最新的航机图 林肯浩还很远啊 那你林肯浩到底敢不敢得及呢 其实大家都一个问号 因为你说要去的时候还要两个礼拜 那你到底来不来得及呢 另外呢 伊朗海军这个指挥官说 我们可是有船舰有能力 到达美国海军最近的地方 意思就是我可以威褶你 还有呢 伊朗也发布了无人机追踪 美国罗斯福号的影片 那这个细思极恐啊 意思是你航母在哪 我看得到 我也导弹打得到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最紧张的 也不是伊朗 也不是以色列 现在最紧张的是拜登 哦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这个好 如果伊朗跟这个 以色列的冲突升高 造成一个新的战局的话 那事实上对 美国的选群 民主党选群又是不利 对 而且是失控 失控 那美国 不但要这个 这个政策在这个 国内 会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中东的情势要稳住 对 所以你看他反应的这么快 布林肯又跑去了 对 对不对 最近动作特多 最近前两天又说 要再给以色列 200亿美元的军员 要给他200亿 200亿 非常大 然后这些大兵去都去干嘛 他其实是 第一个给以色列安全感说 你不要 你不要 轻举妄动 你不要过度反应 我帮你罩子 另外一方面 他也给伊朗说 你不要乱动 我在这边 你们都不准动 他就这个意思 不但 要以色列不动 要伊朗 跟他的这些卫星的团体 也不要动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 因为美国 会发觉如果这个情势是很高 对民主党的选期 又是不利 没错 因为这场本来就是不宜之战 就跟这个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完整的讲话 他说 因为 英法德居然发了一个共同声明说 要以色列不要对 伊朗不要对以色列进行反击 那 伊朗就问了 他就说 他说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道罪行 每天都在发生 你们以 你这个英法三国在内 西方国家 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举处 来制止或应对 那你们不去反对以色列 而要求我伊朗不要回击以色对我国土的侵犯 对 的国际 而且这种 这种 违反国际法 他说 你们这英法德这种做法 毫无政治违辑 而且完全违反国际法 所以你说他讲法 你说是不是比较 他有道理 有他的道理 对 对 英法德这三国 每天在国际上说教 做人权的这个 教师爷 自己认为自己都站在道德一面 那你为什么不去管管以色列呢 对 你的人民也要你出来管 你们这些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呢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西方国家永远是什么 站在自己的角度 然后呢 没有道德水准 没有什么 只有利益 没有道德 然后呢 再加上种族 跟宗教意思 很强烈 所以让他们没有办法 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双标三标四标 或者站在一个真正公寓的立场 所以人家永远都不会接受 他们的这些 这些立场 这是有原因的 那你这一次 你派了 美国派了这么多事情 我们看了那么久 基本上是维护你美国内部的利益 对不对 那基本上以色列的话 你今天拜登说实话 他还需要 这些犹太财团的支持 所以他怎么做 他都要赶快做 那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现在整个伊朗的作为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是不断不断的展现他的实力 可是他现在已经慢慢掌握主动 而且我们最主要看到那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细思极恐 这些你就看到 其实伊朗他也是有足够的实力的 你的航母的动静都有了 而且伊朗有这些航母杀手 有导弹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地对海的 这个地对海的这种 或者这些导弹也是很精准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 过去二十年二十年 这种别人都是无下阿盟的时候 他那一套做法可能还奏效 可是现在他的这些最精密的装备 也是在别人可攻击可击毁的这些範围里面 这个国际情形已经在变了 对真的 美国以前航母派出来的时候就会达到威辙他国的效果 但是呢 中国大陆早就发展了反接入跟区域拒止 那现在伊朗呢也秀给你看说 我可是看得到你 我有无人机 还有我这些卫星也许都看得到你了 我当然也打得到你 所以呢 你喔 刚才大使特别提到 你啊就是失了民心 不像中国大陆你看 傅聪喔 最近呢在联合国他也提到 说啊这个以色列西吉加萨学校 很多人死亡 这令人罚止 然后以高层声称200万人饿死啊 这个言论也可以的 这个言论害人听闻 也是用美国拿出真诚推动停火 所以呢中美在这个博弈当中 谁才是更有明星呢 也值得大家来关注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我先去看看